那肯定是别墅啊 几间房 一层 一二三四 二层有 我叫个车 你叫车做什么 我哥肯定会送你们的 我才不坐他的车呢 老张啊 今天你是破费了 咱俩 我管吃完你管住呢 那今晚上住哪儿啊 你住耗子那儿去 耗子那房子今天刚装修完 三室一厅啊 那是户户朝南 外边都是大海 真正的海景房啊 我们住一间 这不多一间吗 你们来住吧 不啦 我们有地方住 你住小天那小天 租的房子能有多大呀 那多挤啊 别客气了 走吧 住住真正的海景房 爸 妈 上车吧 你说你这 你臭小子 你说又换新车了啊 嘿嘿嘿 走吧老周 住住海景房啊 走走走走走 你不来 哎呦 哎呦 哎呀 哎呀这臭门啊 哎哎我第一次见 哎这多好啊 这么像一顿 小鸭子翅膀 哈哈哈哈 这 这叫海鸟门 它是 它高端大气 但它往停车场里一停 呱 这边停个车 是 门开不开了 呱 这边再停个车 不是 人出不来了 它不实用啊 我们家有自己的车库 听了没 那肯定是别墅啊 几间房 一层 一二三四 二层有 你 你 哈哈哈哈 哎 甜甜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走啊 还愣着干什么啊 哎呀 我 你爸妈 我们 我 你男朋友的车不行啊 去明治路上的跨洁酒店 那里环境不好 我订了滨海酒店的行政套房 那边吃东西方便一些 行政酒廊 早餐 还有下午茶 叔叔阿姨 我这儿就带你们过去 哎 不着急 时间还早着呢 咱们再转一转啊 对对对 转一转 爸 你又想干吗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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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叔叔阿姨 你们想去哪儿 你给推荐一下 山上看看夜景 我穿着高跟鞋呢 不太方便 海边散步 风太大 一吹我脑袋就迷糊 最好选一个 舒服的地方 舒适的地方 坐坐 然后累了吧 就可以躺下来 直接就睡了 室内的最好 室内的 想去我家就直说 别整那些阴的阳的 你那小破屋 这视频里我都看腻了 我才不要去呢 那你 不如去我家吧 我家既可以看海 喝得也比较多 重要的是 我家有按摩椅 不行 小陈想得周到 都想到我们心里去了 压一下小陈说的 去去